对于汇丰空股呢 在昨天公布了他们未来的发展的这个方向 之前的两天 其实汇丰空股已经公布了他们第一季的这个业绩 其实从这个存力的表现来看呢 虽然呢这是一个很大的增长 不过就是因为去年第一季的技术是比较低 还有就是一些税务的这个因素 做成的 其实最终的这个盈利呢 比市场预期呢可以说是差一点点吧 从昨天这个策略的这个 就是对于未来发展的这个情况来讲呢 肯定了就是汇丰空股在过去 比比较重要的这个 比方说美国的消费的市场呢 未来呢就不会再发展 不会再成为发展的焦点呢 未来的发展的焦点呢 就是一些新兴的市场还有就是 大中华地区的这个市场这个是完全没有玩意的 不过从现在这个全球的这个金融市场的 这种情况来分析呢 我觉得就是欧洲那边的这个盈利呢 其实也有机会是比较波动的 还有就是美国虽然呢就是继续有一个改善 不过就是中东还有一些新兴的市场呢 一个所谓的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呢 也不可以完全就是就是不理 因此我觉得就是汇丰空股在未来就是大中华地区 特别是内地跟香港呢 发展肯定就是为了一个 比较重要的这个 这个 这个盈利的比例 对于股价方面 因为就是这个 投资者各呢 就是说出来的一些 未来发展的目标呢 也是市场早已经预期的 因此呢 对于他的股价来讲呢 就是可能也有一些回头的压力 就是基于这个第一季的业绩 表现也是 不可以说是很理想 就是比预期要差一点的这个影响 是不是会有点几乱呢 有点几乱 就是相反的 但是就是面对啊 这一天下rad 对于股价 那边 Wam 上眼偷的